大家好,我是依依,我是好棒的实习生来自香港 就是我现在还在读大学,读社会科学系 所以我对那个社会议题会很感兴趣 所以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香港一个住屋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就是想分享有一种类型的住屋是板建坊 然后板建坊是他们把一个单位把它分成很多不同很小的单位 用那个木板做分割 然后每一个地方就大概有三坪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好像好棒的厕所那么大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也就有一些就是一个人住在里面 有一些就是家庭也住在里面 然后就每个房间都有上手 然后他们是share那个共同的浴室跟那个厨房 而且其实他们还就没有其他的共共空间 就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就是那个还有那个电费跟水费是每一个单位分担 然后交给那个业主然后住在里面的人通常是一个很低收入的一群人 然后但是那个业主呢可以是每个月他是可以赚20万 就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然后他们其实这个照片是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 就是香港的叫做叫群伟 就是他有一个一系列的摄影集 就是叫绑建人生 他记录了绑建坊一些情况 这是其中一张照片 然后我们可以看第二张照片 然后我们可以看第二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是看到一个人在里面生活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全部的东西也在里面 他的生物好像被困住在一个小小的空间 他没办法出来也好像就被封闭了 但是我们其他人好像帮不到他 因为他都在自己的空间 然后没有人会隐回他 就感觉就是他们是世界 就香港贫富差距的表象 然后他们活着就好像每一天就只为了睡觉 就睡在这个地方 没有自己的一个我们称之为胸伯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就想就是想讲给大家听 就是农屋 农屋是比绑建房更小的更小的地方 他是每一个人住在一个床位而已 就是就是他们一个单位 会未分很多不同的笼子 然后好像狗笼一样 然后他们只能够睡在一个床位 然后每一个单位可能有数十个人 数十个人 然后他们 就是他们就经常会觉得这个地方很差 因为他们住在农屋里面 那个温度会比外面的高一样相度 然后他们每天都睡不觉 有一些人会说他每天早上五点才睡觉 然后里面的环境也非常热烈 也有老鼠啊蟑螂啊壁虎这些东西 然后也有人就是被采访者会说 他们很怕那个蟑螂啊壁虎 会跑到他的耳朵里面 当他们就在睡觉的时候 所以就觉得他们其实就在过一个很困难的生活 就是这个是很悲惨的一个景象 就是有一个另外外国的摄影师把它拍摄下来的 其实国外也有关注这个世界 但是好像国外在关注 但是香港政府没有在注意 就没有再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但是他们不住在农屋 不住在满间房 他们就要露宿街头 但是露宿街头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因为政府会把露宿街头的人赶尽杀绝 就是如果他们睡在街头的纸皮上面 他们就会用水把它喷湿 然后晚上他们睡在纸皮上面就会很冷 然后就没办法睡 所以露宿者也想尽办法要帮他们去不同的地方 为了避免那个政府在对他们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对这个是农屋的其中的共同 共浴室跟厨房 好这个可以摸一下 这个是现在我对香港的感想 就是在网上找到也是普通话 普通话是一直大陆平台 有没有办法 有很多个人 都在这边 在这边 和到这边 这个是真的 有很多人 的家人 或者是 四、五、六、六、六 我們現在這個問題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原因造成的 有很多人來香港居住 很多人政府的問題也有 現在據統計說 有17萬貧窮的人在香港 住在這麼環境惡劣的地方 然後就有一個很可怕的事實 就是香港最高租金 不是那些豪宅 而是最貧窮的地區 是深水故鄉的地方 然後他們的租金是高 每一個 平方再少一點 小一點 就是300港元 就是然後加起來會很貴 剛剛說那個濃度 它的一個床位的資金 每一個月可以到1,000到1,500 然後每一個月他們都要付這個價錢 就是一個償位而已 然後我就才在想 這個是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香港是現在會行資本主義 是因為大家都把自己的利潤 把到最大化 所以他們要賺錢 不理其他人的食物 這樣倒是一個問題 還是政府沒有做事情 就是我們有一個紀錄是 如果你是很頂坡的家庭 要有一個居屋可以住 然後你至少要等三年 因為等公屋的人實在太多 但是如果你是單身沒有家庭的話 然後你也比較年輕的話 那個等公屋的時間會加長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到40、50、60 才能等到一個公屋 但是公屋只是比房間房好一點 就是比房間房有自己的浴室、自己的廚房而已 就不是真的很大 但是另外有一個就是問題 就是政府沒有在清建公屋 所以公屋的數量是不變 所以等人就慢慢增加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剛剛所說的那個農屋跟 房間房住的人通常是那些單身行 因為他們就沒有資格得到那個公屋 所以要先住在這個小小的地方 然後有一個就是有一個香港電塔的節目 就想推薦給大家 就是叫窮富用大作戰 這個這個節目是真人 就是真人的節目 就是有一個那個電塔會邀請很有錢的人去窮燕的地方居住 去體驗他的生活 然後就會訪問他的感受 然後就會訪問他的感受 我覺得那個這個螢幕 就令我體會到很多東西 就好 為了分享給大家的事情 謝謝 謝謝 我們開放五分鐘QSG 各位朋友 很把握 很把握 我就是跟你講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